好,接下來康陳老師來介紹第一題 第一題先認識一下 比如說要畫一個y等2的x四方 它的固形是什麼 那你這個畫筒先描定 也就是說x跟yx就是找一些點 比如說-3-2-2-1-0-1-2-3 放進去 那帶到這個上面2的-3-4-1-0-1-8 就是1,1加進去就是2,2次就是4,2次3次就是8 然後把這些點瞄點出來 瞄點出來,那就是當他等於-1,-2,-3 1,2,3,8的話,對 -3的話是8分之1,2分之1,4分之1,8分之1,4分之1 -3,-2,-1,-2的話是4分之1 -1的話是6分之1 然後0,1,這點 然後1,2,3 1的話是2 2的話是4 所以這樣,畫起來那圖形就長這樣 那3的時候是8 大家就 上一邊 這麼高 所以那畫圖形就長這個樣子 那這裡是很靠近這個x軸 我們靠近x軸,意思就是說 當你拿這個x 是4分多次 比如負的 100次 2的負100次 那就是等於2的100次分之1 那2的100次是不是很大 很大分之1呢 就很小 就很接近你 對不對 那它越大 整個就越大 就越接近你 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裡啊 會很靠近你 但是沒有跟它相交 所以這個x軸其實是它的間接線 好 那第2小題它是說 利用第1小題來畫 y等於f0s等於2分之1x軸 好嗎 那什麼叫2分之1x呢 2分之1就是2的負1啊 就等於2的負1x 所以就是第2小題要畫的 剛才這個第1小題是 y等於2的x 就是f0s等於2 第2小題是要畫 y等於2的負1x軸 y等於2的負1x軸 那這個怎麼畫呢 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現在如果有一個點 叫做αθ 在我們的 y等於2的x 上面 那既然它在它的上面 意思就是 戴進去等號要成立 那戴進去等號成立 會得到什麼式子呢 它就會得到人的 Y是β β就會等於2的α 可以嗎 沒有 好 那 不過我們這個題目 就是要負的 所以這裡最好有出現一個負的 那當你這個成立的時候呢 當你這個成立的時候 意思就是 β就會等於2的 負的負α α就會形成負負α 可以嗎 好 然後對應剛才的 y等於2的負x 這個時候x等於什麼 負α y等於什麼 β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用負α跟β帶進去的話 它剛好就會 符合這個等式 把這個點帶到這裡 就剛好得到這樣 這個等式 這個就會成立 這個就會成立 這個成立 這個等式成立 意思就是說 這個點在這個模型上 所以這個點就在 y等於2的負的x上面 我再講一次 如果 這個點在它上面 帶進去能號會成立 可以把這個底出負號 那這個底出負號 相當於這個 這個帶你死的地方 這是帶外的地方 相當於 負αβ帶到這裡來 那發生它等號成立 等號成立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這個點在它的同行上 所以這個點就在這個同行上 那意思就是什麼呢 就是只要αβ在這個同行上 負的αβ就在這個同行上 再講一次 只要αβ在這個同行上 負αβ就在這個同行上 所以如果這裡有一個點 你剛才畫的是24 那這邊就有一個高度一樣也是4 但是它是什麼 負20 就是αβ是一樣的高 α變號 所以24 那這邊就是4是一樣的 2打負2 α還是負α 所以它就在這邊會有一個點 同樣的這樣在這邊有一個12 那 有一個12的點 那這邊就會有一個 負12 負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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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有一個 01的點 那就有負01 負01還是01 所以它這個部分就畫出來就長這個樣子 可以 那這個不就是對稱與Y種嗎 因為高度都一樣 它只有x改負S 是不是對稱與Y種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這個2的 Y等於2的S呢 Y等於2的VS會對稱與Y種 對稱與Y種 對稱與Y種 不是負12分之1還是4分之1 負12分之1 2分之1會一樣高 那 x變號負1改成正1 同樣道理 負2四分之1 那四分之1一樣高 那負2改成正2 那負2改成正2 並號 所以這個還是會這樣下來 然後負3 8分之1 8分之1一樣高 但是負3改成正3 所以它的圖形就這樣 所以整個就對稱與Y種 所以以後你畫出 如果Y等於3的S次方 要畫Y等於3的負X次方 或者3分之1的S次方 都一樣 就直接對稱與Y種 對稱與Y種 戰歸吧